《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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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暗場剛好在高雄市最漂亮的民生路的綠帶上面 坪數是100坪 從窗戶看出去就是看到一片的樹海 然後結合這個整個民生路的綠帶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景觀 我們的設計概念是想要創造一個精品飯店宅的一個觀念 企業成功人士他們可能都有兩間以上的房子 所以我們在設計這個房子的時候 其實強調的是除了有基本收納之外 讓它有一種不同的生活的感受 因為我們是做建築的 所以這些梁柱的系統對我們來講基本上就是很平常 有的手法是讓它消失 有的是讓它就是在空間它是存在的 它又怎麼樣跟我們的空間做結合 然後讓它不見的是缺點 反而創造是一個視覺上的亮點 對我們建築序內來講 空間序列是最重要的 因為它就像拍電影一樣有啟程轉合 在玄關我們先壓縮空間 借景的概念 然後到客廳的空間就會有一種 厚然開朗的一個設計手法 這間書房的位置剛好是在客廳跟餐廳的交接點的位置 所以它可以是客廳的延伸 也可以是餐廳的延伸 然後我們這一次當然是放了一個比較簡單的餐桌 主人可以在這個地方可能看看書 喝喝紅酒或是朋友來聊天 然後從餐廳那邊延續過來 就像我們去吃鐵板燒 吃完飯之後 我們在旁邊吃甜點 喝紅酒 然後吃水果 很休閒放鬆的一個條件 這一次因為我們要創造那樣子 放鬆舒服的空間感 所以在材料上選擇上就很重要 基本上我們一個大原則就是單一色系 然後不同材料的堆疊 那後來我們就找了很久 我們就用淺米色系的木畫石當主角 我們也選了跟這個木畫石搭配的 比如說淺色的香木木皮 然後甚至於說在漆的部分也用了一些珍珠漆 甚至於說白色的馬來漆 或是一些淺色系的塗料去做這樣的表達 一般燈光設計一個基本的概念就是 一個是基礎照明 它是功能性的 然後一個是演出照明 就是效果的 基本上我們會分這兩個層次做 每一公分都算得很精準 基礎照明要開得亮 然後才能打掃得乾淨嘛 像廚房也是 那可是當我們吃完飯 要休息的時候看個書 它就是一個很舒服放鬆的一個氛圍 廚房的話基本上我都還是從 女主人有多少衣服啦 有多少包包啦 那男主人她的衣服啦 甚至於說她的一些個人的一些收藏 然後再結合她已經有的東西 就可以看出這個屋主的品味嘛 去創造她心裡想要的一個漠視空間 很多人都比較偏在風格上去琢磨 因為風格的東西比較虛無飄渺 我們都是從基南開始這個討論的過程 然後在這個討論過程當中 他們也慢慢把他們的生活 也會讓我們漸漸了解 那當然基本上我也常講 室內設計就是一種討論的過程 然後利用我們的專業 去幫他整合出來他想要的一個空間 一般住家設計我做的比較簡約 我們追求的是一個當代的美感 我們希望我們的作品在當下完成 都是很典雅很倦勇的 可能過個八年十年我們再來看的時候 它還是存在一種當代的一種氛圍 然後一種設計感 不會這麼的降氣 應該這樣子講 因為我們大部分就是做完設計之後 就跟屋主變成好朋友 剛開始他房子也還沒完全搬進來的時候 他也提供這個空間給我跟他的朋友 在這邊做設計的討論 然後就會真的覺得 當初我們的努力 我們想要的除了說視覺上有之外 實際上你人待在裡面 待了半天 待了一天 他的那種感受是不一樣的 然後我很開心 這個完全符合我們當初的想像 他們來這邊的感受上 其實都是舒服的 但我們看過了很多不一樣 即將會這麼有時間 然後很多人之間 也能做 好嗎 對身上非常希望 其實好小很久 我這麼開心 你們你們